花间令潘月得知了上官纸的真实身份 他跑着去找上官纸 满脸欢喜的表情让上官纸疑惑 可是看到上官纸的时候 潘月突然意识到 如果让别人知道上官纸就是杨采薇 那么他会继续处于危险中 所以他克制内心汹涌的爱意 不想让他再次置于危险中 潘月压住了心底的情绪 他不能够与上官纸说出实情 他落寞地离开 他要保护自己喜欢的女子 要抓住幕后凶手 他想方设法留下上官纸 告诉他有了新的线索 看着回来的上官纸 潘月内心欢喜 又故意隐藏情绪 他装母作样喝茶的样子 看着就有点搞笑 还反问他怎么来了 两人谈论线索的时候 上官纸疯狂误解潘月的意思 他还以为他是在故意找茶 潘月心里委屈 但是他又暗自高兴 因为喜欢的人还陪着自己 这个表情让上官纸更加疑惑了 还以为潘月中邪了 听到是上官纸专门给自己准备了兵饮 潘月按捺不住内心狂喜 结果下一秒就念了 因为这是他给整个县衙的福利 他心里有些许失落 白小生向卓兰江诉说着 自己童年的不如意 卓少主一句 你想说 我便听着 白小生心里应该特别开心吧 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再无苦难 在花间令中 大老遍地都是 内奸无处不在 在四大宗族中 清帝是七暗投明 暗中倒戈的内奸 在银语楼内部 大唐主是老当家 安插在少主身边的内奸 甚至 在庭院深深的县衙大唐 都有大反派埋下的内奸 潘月曾不止一次说过 在县衙中 有反派水波纹组织埋下的眼线 只是 知道和做到之间 永远隔着一光年的距离 内奸在暗处 潘月在明处 即使潘大人知道内奸的存在 但是循着线索 找到内奸 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古到今 除内奸 找内鬼的办法有很多 打草惊蛇 引蛇出洞 关门打狗 瓮中捉鳖 但是 抓内鬼的游戏 往往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有了嫌疑目标 只要有了嫌疑目标 怀疑对象 抓内鬼的行动 才能有条不紊 出其不易 在花间令中 我们环视县衙内的所有人员 最有内鬼嫌疑的 无非两个人 一个是老主部 一个是刘补快 这两人 一老一少 一文一武 一个是前任县令的新妇 一个是元花事故的扳头 在县衙内部的组织结构中 两人都属于 接近权力中心的人 因此 他们更能接触到核心机密 给反派及时传递情报 杀人灭口 在剧中 作为反派的卧底 县衙内部间隙最大的贡献 就是杀了雇佣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经过结果都十分简单 潘悦在追查灯会案的过程中 抓捕了继扇堂堂主雇佣 由于他是水波文组织的 四号人物 所以幕后大佬飞鸽传书 给县衙卧底 要求他除掉雇佣 按照惯例 雇佣在出牢房前要签字化压 于是 内奸在印尼中投赌 果然 雇佣彻底下线 毒发身亡 从表面上来看 老主部是这次投赌 杀人的最大嫌疑人 在这里 剧情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 给了我们明显的暗示 前一秒 反派大佬才下令要除掉雇佣 下一秒 镜头一转 老主部就强行闯进牢房 要见雇佣 何况 主部作为县衙文职工作人员 日常文书收发 上传下达 对于印尼比一般人更加熟悉 所以 这样特殊的下读方式 也符合他的职业属性 老主部身上的巧合 简直就是编剧官方认证的内奸 不过 多年的官剧经验告诉我 这根本就是剧情刻意误导的干扰项 因为 在狱卒与老主部对话时 曾经无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 非常时期 这没有大人手遇 谁都不能进去 即使有大人手遇 进出也是要化压的 狱卒的话虽然很短 但是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 平日里 进出牢房是不需要持有手遇 进出化压的 只有特殊时期 才有这样的规定 进出需要化压 就一定要用到印尼 在两人对话时 镜头一转 刘捕快躲在暗中观察 老主部在明处 刘捕快在暗处 这就基本上排除了主部的嫌疑 事实上 在和阳县衙内 文书管理 案卷归档等工作 都是归主部管理的 如果老主部真的是水波文组织的人 那么他绝不会允许水波文相关的案卷 一直存放在档房 而是会借机销毁 那么灯会案就不会浮出水面 排除了老主部 我们再来看刘捕快的所作所为 就会发现其中的玄机 例如 接到飞鸽传书设法杀雇佣的那的内奸 明显是一双年轻人的手 主部是个宝经风霜 人老皮操的老年人 所以 内奸只能是刘捕快 再例如 在攀岳上官只重开灯会 做局引顾山现身的那一晚 本来要扮演恶人的是刘捕快 结果他一秒变怂 直接罢工 上官只只能亲自上场 差点被真顾山杀死 刘捕快为什么不偏不倚 正好在此时此刻肚子疼 因为他比别人更清楚真相 知道真正的顾山也在暗中观察 伺机出手 他不愿就此葬送性命 如果 我们把剧情拉回最初 就会惊奇地发现 刘捕快早就暴露了自己 从开剧的李唐主面门案 刘捕快的所作所为一直很迷 在潘大人上任的当天 他就搬出了银与赵和阳 青楼碧百花 魏才赌生死 祭善思万家 官位要坐稳 牢记四大家的护官府 刘捕快的这番操作 直接致敬红楼梦中的门子 按照刘捕快给出的官方解释 这四大家族是和阳的天 是和阳的地 是和阳唯一的神话 是和阳真正的县衙 所有的案件只要与四大家族有关 就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办 那么问题来了 当初银与楼李唐主被灭门 刘捕快为什么要配合县令 诬陷杨采薇 稀里糊涂草草结案呢 毕竟 李唐主是银与楼的高层领导 县衙为什么不击凶办案 严肃查处呢 因为嫁祸杨采薇 正是银与楼的主意 或者说就是银与楼老当家 水波文组织大老卓山剧的主意 他们早就想杀死杨家 唯一在世的孤女 所以才会借刀杀人 而刘捕快 正是他们手中的那把刀 花间令中潘悦和杨采薇 两人连手屡破其案 她是夫黑成妇极身的县令大人 而她是机灵聪明的武座少女 小时候因为父亲被害 变成孤儿被师父收养 长大成为一名卑诗人 和潘悦因为银与楼案件重逢 因为皇帝赐婚 青梅竹马的两人随即要完成婚礼 而因为女二上官 只从中作恶杨采薇被换脸 因差阳错终 反派为了斩草除根 杀害了换脸成样采薇的上官 故事由此展开 从剧情上来看 不管是人设还是剧作 花间令的设定 都是现在热播电视剧中独一份的 潘悦有勇有谋 有颜值有才干 和杨采薇青梅竹马 女主杨采薇虽然出身不凡 但是在经历家庭变故之后 依然获得有原则有信仰 她为穷苦人民着想 在第一集中 为一家亡死的冤魂深渊 她聪明果敢 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 都能够让她一点点 找到揭开真相的思路 足以让探案少女的人 设斩站稳脚跟 因为剧情的设定是换脸 所以电视剧也是由两个女演员 分别完成 杨采薇初期是由郑和惠子出演 因为早年被坏人毁容 原本的杨采薇脸上 有一条很长的疤痕 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 换脸之后 她则是变成了 因为爱慕男主 过分追求美丽的上官指 上官指五官极美 身材纤细 妆容完美 照理说 男帅女美观众怎么会不爱了 怎么会路人盘崩掉呢 其实是因为女主 从换脸后人设 可以说是不复存在 从早期的探案少女报 改成了韩庄博主 真是可惜了 这一好剧本好男主 确实 换脸之后 杨采薇后的上官指 虽然穿越的风格有所变化 但是在剧中和别的演员 同况总有一种 难以言喻的割裂感 上官指爱眉可以理解 但是居姐不管什么剧 都顶着根根分明的 睫毛和玻璃嘟嘟唇 实在太令人出戏 再加上逼死强迫症的 额浅小吁吁 真是一套完美的居士妆容 不得不说 男主的这一句 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 对于换脸之后的花间 另不少人表示 失去了看下去的欲望 从正剧变成了小网剧的感觉 但是对于爱豆粉丝来说 自然说听不得 观众说的任何不好的话语 其实对于资方演员 观众确实没有什么 说得上话的 但是演员的表现 最直观的感受还是观众 也没有人一味批评 只是互独子实在太过分了 实在令人反感了 作为剧粉 小编喜欢留学艺 也喜欢居静一 但是杨采薇 真的还有很大的塑造空间 不只是摇头晃脑 喳喳呼呼 再说了早期的杨采薇 也不是这样的形象 只能说换脸这种设定 不是所有演员 都能配合的来的 花间令 从女演员粉丝互私到现在 其实剩下的很多 都是做数据的粉丝 作为剧粉 对于这些影响并不是很大 喜欢的人还是会喜欢 其实近两年来 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 作为本身拥有一大批 粉丝量的爱豆明星 维护自己小主自然是没错的 只是可惜 明明很好的题材和男主 最后剧作本身完全被忽略了 只剩下粉丝之间吵来吵去 败坏路人好感